本台记者张苗报道 6月份,湾区房价继续上涨 而库存紧张也推动净价战和成交的速度 根据房地产公司的数据显示 6月份湾区县房销售价格中位数比去年上涨3.4% 达到了92.5万元 领涨的是圣马雕县 大涨6.7%至165万元 康曲科士达县增长8.6%至72.25万元 阿拉米达县增长6.1%至95.5万元 圣塔克拉拉县的中位价增长2.4%至128万元 经济学家黑浦表示 从5月中旬开始反弹是全面的 最快回到房地产市场的人群是30岁出头的千禧一代 其中多为首次购房者 其他人群也很快跟进 黑浦表示 创纪录的低利率也使得买家的预算增加 这吸引更多买家进入市场 湾区的房价上涨凸显了该地区长期以来 房屋供应不足和需求旺盛的问题 湾区现有房屋的销售量比前一年下降了近8%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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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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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